我是超好康 欢迎你来到 TVBS少康战情室 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 沈富雄委员 张洪璐委员 黄伟涵先生 洪梦凯委员 游淑辉议员 张奇凯委员 过任总统 到中国去访问杜达 跟习近平和平跟经贸关系了 因为美国连欧洲现在想要包围中国 所以中国一定也想办法要突破 波兰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波兰是欧洲的农业大国 它的美国也是材料非常丰富 什么草莓等等之类的 蓝莓等等 很多产品在欧洲全世界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它主要是草莓 树莓 粗粒 树莓 粗粒 然后洋葱 高丽菜 花椰菜 苹果的主要生产国 问题是能卖多少钱 主要问题是能卖多少钱 另外 它是欧洲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基地 这就重要了 产能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像韩国的LG SK集团 都在那边扮演重要的角色 1到4月今年贸易顺差46亿美元 所以中国是波兰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中国对它顺差46亿 它都从中口进口 但是它卖给中国的其实不多 所以波兰总统去访问他也希望说 多买我一点东西 另外他们会面的习近平就反对 借着中俄贸易抹黑中国 你们现在就说中国跟俄国的贸易 都是帮助俄国 帮助俄国 我们哪有帮助俄国 抹黑我们等等 另外习近平说对大陆企业应该公平公正 他们现在认为不公平不公正的 另外他们在四领域要合作 然后四个领域合作 贸易 电动汽车 绿色发展 物流等等 要合作 另外他们要跟大陆谈 在波兰 中国大陆极力在波兰设电动车工厂 电动车的设厂 大陆电动车工厂很厉害 欧洲现在排斥它 波兰设成是怎样 现在很多你排斥大陆 他就跑到加拿大或跑到墨西哥去设厂 好 那么另外俄乌战争 也是主要的讨论的议题 因为欧洲很关心俄乌战争 俄罗斯最近普丁四天去越南 跟去北韩访问 美国说中俄摩擦会加剧 因为中国本来对北朝鲜 对北韩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下他可能也会靠到俄罗斯去 俄罗斯也怪中国 所以你都不够武器 西方这样盯你就不给我 朝鲜要给我 所以北韩给他武器 他可能给北韩一些飞弹 核弹这些技术 他现在就可以摆脱 不那么需要中国的控制 中国希望又能够影响北韩 又不会让北韩崩溃 捏拿得恰到好处 原来就中国朝鲜在玩这个游戏 现在突然加俄国 所以认为中俄摩擦可能加剧 所以世界局势随便一个变动 都可能影响到全局 我们看一下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京 会晤建交75周年的友邦波兰 波兰总统杜达为期五天的大陆国事访问 将与习近平深化经贸合作 并商讨俄乌战争的相关细节 八年前 我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我们共同决定将中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俄乌战争爆发后 中国大陆力挺俄罗斯 让许多中东欧国家深感不安 波兰总统访中期间 陆方宣布将针对波兰公民实施15天免签 看好波兰作为连通大陆与中东欧的交通枢纽 大陆要强化连结 扩散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 韦汉怎么看 波兰这次去到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见面之后 习近平等于是给他一个礼物 我不知道这个礼物对波兰人有没有效 就是15天的免签 就波兰到中国大陆去参访 单向 对单向的啦 就是说波兰人去中国大陆会更方便 但只有15天应该是做旅游跟观光 波兰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去看 以往我们台湾去波兰的一些学生 他们写的一些文章 我没有去过波兰 他们说其实波兰有很多人 对中国文化虽然有兴趣的 而且常常就是听到说你是台湾人 我觉得中国的故宫很美 他们对中国是有兴趣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其一 对中国文化有兴趣 可能去旅游 所以给他15天的免签 再来就是 其实在这次俄文战争当中 波兰其实 乌克兰再过来就首当其冲了 现在目前那个战争它在边缘 它跟中国大陆交好 其实对它后续 有人说在国际上 也算是一个买个保险 就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好一点的话 也不会牵涉到后面的 后续的这些问题 总之这一次的这个 就是波兰的元首 去到了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见面 看起来是两边在互相事出善业 基本上就穷则变 变则通 美国一直在出招 俄罗斯或这些其他国家 他也有招 他不是只有看你出我不出 所以四天 只不过是四天 访问两个国家 说普丁 纽约时报说普丁成功了 成功干嘛 激怒华盛顿 削弱北京的影响力 变成这样 老陈怎么看 我觉得这方面没那么严重 那么比如说俄国跟北韩 跟中国之间 他们当然是同一边的 但是心里头都在担心 就是说你会不会半夜 给我搞什么东西 所以都要心里头又有警惕 所以这个普丁来到北韩 这个中国会担心 但是担心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也都还好 但是讲到波兰 波兰是前苏俄 苏联附庸国里头 相对的是大国 也算不穷的国家 而且他在这次俄乌战争里头 是对乌克兰相对友善的 而且很多的乌克兰的难民 跑到波兰 是跑到波兰去的 所以你说中国的角色 它跟苏联走得很近 但是理论上就对波兰 就会小心 但是没有 我觉得国与国之间的交情 是利益优先 而且这些欧洲 前共产国家的经济额度都不大 所以以中国这个经济的力道 只要稍微给一点甜头 他们都很容易就说靠过来 不会再那么敌意那么深 所以这些大国只要动一动 这个连带的走向都会产生变化 这个产生变化是比较持久性的 还是一时性的 你不妨等着看 我认为老共现在自己也有他的麻烦 现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没有麻烦 其实相对来讲 我们台湾也有内部的麻烦 但是台湾是相对好的 我记忠东 你讲完了吗 我没有 我还没讲 我再讲 我跟你讲台湾真的基本上是外污内乱 台湾在全世界各国里头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很稳定的国家 只是我们内部的乱局 就是丢人现眼 而且是内耗 就是说国际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是互相影响的 你现在看到北韩 当时如果不是因为老共抗美援朝 美国就把台湾抛弃了 记得吗 发表白皮书 抛弃国民党 抛弃蒋介石政权 美国那个时候在越战的时候 又为了拉拢老共 来制衡俄罗斯对苏联 对越南的影响 所以才跟他建交 尼克森才会去大陆访问 所以他之间本身 中间合纵连横 纵横碑合 其实是有他的巧妙 来 孟凯 每一次邵康战室第一题 都会强调国际整个情势 我想这也是一个 整个大格局的方向 简单来讲 我觉得在第一题这边来说 美中两大强权 他们对抗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 不会回去的情况下 两边也都在互相拉拢 彼此的一个盟友 或说能够尽量拉拢的对象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一次他讲是说 芬兰的总理派会 当然有和平 可是后面还有就经贸关系 每一个国家也都是 往自己的核心利益来去发展 也因此我记得疫情 那时候刚结束的时候 好几个欧洲国家 也都跟中国大陆有所交流 其实主要就是两个 in and out 就是希望能够农业 越发展越好的国家 都希望能够打开 中国大陆的市场 能够把自己的农业农产品 能够外销进中国大陆 或者是也都期待是说 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能够到这个国家 去做这个观光交流 所以其实无形当中 都还是为自己的一个经济 以及民生的市场来去发展 不过在这个荧幕上面 我特别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他有讲到是说 新能源汽车是美中关键角立场 而现在波兰的这样的一个拜访 其实也跟未来的 不管是电动车 电池等 相关的设计来得好 其实未来的这样的 2050静零碳排 如果说我们先以这个大方向 来回推的话 现在只剩20几年 我认为未来的世界里面 各个国家一定都会发展能源 尤其是以能源掌握越好 越成熟的国家 绝对会是未来在世界上 守出一指的国家 尤其因为现在不管是电动车 AI或是半导体等 都是高耗能的一个产业 所以能源就是一切的部分 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 现在台湾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政府 看起来有人讲说 既然赖总统成立三个委员会 其中一个气候变迁委员会 它下面主要的就是能源的相关 而佟梓贤这个董事长 他又变成是副召集人 佟梓贤董事长又不断释放消息 是不是有可能现在反而影响 引导到民进党政府 有可能要抛弃他们的反合省主牌 国民党在这一局里面 我之前在咨询 佐伦泰院长的时候 我就已经讲过了 行政院如果说要改变你的现况的话 我不知道 因为他那个时候总执行 还是讲到他不会改变 但如果说你要改变的话 请负责任跟务实的 行政院要提出相对应的版本 不要每一次都期待在野党 来当刹车皮 或在野党来帮你去 把这个核能的身主牌给解套之后 你们再来使用 如果说真的要扭转 你们的一个能源政策变化的话 行政院负责任务实的提出版本 这回事 国际情势真的是瞬息万变 乌尔战争爆发的时候 那时候西方本来一直要中国表态 结果中国大陆不愿意表态 后来那个伊朗卖给俄国 那个无人机跟那个飞弹里面 不是又发现那个中国晶片吗 所以开始欧洲 欧盟很多国家 跟中国大陆就关系就不好了 那时候严重到什么程度 中国大陆派了那个特使后翼针去 那时候连那个波兰都 大使都不见他 都给他白眼 可你看瞬息就万变了 像波兰的总统你看杜达他一去 这是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条约 叫做关于加强全面战略的 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以及细腻的各位 里面至少提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新材料 立社经济的合作领域 跟支持电动车 电动车刚才都在说 台上的电动车多厉害 又多又快又便宜 那你现在欧盟那边 欧洲一直在打压 或者是在阻截中国的电动车 他现在到波兰一射 那整个就突破了 所以你看瞬息是万变 另外一个是蛮好玩 我找到两个画面蛮好的 那个普丁去北海 那个画面多好玩 他说那个普丁跟金正恩 两个轮流开车 然后普丁本来是迟到大王 结果他你看他这次去了 他提早半小时去等金正恩 你看两边的关系怎么密切 这个从2000年之后 普丁就没有去过北韩 可是他这次去 做足了这个面子给北韩 看起来两边这个温度也在加温 所以刚刚包括美国 到底美国在 这个是在见缝插针 还是说真的因为这样子 中国大陆就受影响 他们三个基本上 应该算是比较属于同盟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北韩 甚至跟南韩都是共产国家 真的像美国讲的 这样就让北京会吃醋 或者说两边关系会受影响 这都还好要好好去观察 不过光是看到这个画面 都觉得蛮好玩的 为什么普丁一下 这个身子放这么软 他真的需要很多武器 需要北韩那边帮忙吗 是真的是这样吗 不过北京有没有生气不知道 至少美国是很不高兴 是真的 休息一下再回来 现在主任长在总统府开记者会 当然大家原来预期 他是要对视线提出说明 他开始先对大陆的水灾慰问 接着就骂中国没有权力 制裁台湾人民 我们台独又怎样 你干嘛要判我们的刑 你常被管辖管辖到台湾 你又没有司法管辖权 所以你没有权力 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 中华民国派也是台独了 他就扩大统一 联合阵线 通通把他包括进来 我相信在大陆来讲 他就算不喜欢中华民国 也不会把中华民国 就认为是台独了 他也讲他针对极少数的人 怎么可能 你针对前台湾2300万 2200万 怎么有这种可能 美国国务院谴责 说威胁台湾 及对台湾打法律战 是没有办法解决分歧的 就这个意思 另外中国时报的社论是说 纳瑞欣得独裁三部曲 就是你第一个视线 就是你不尊重立法院的决议 你在总统府又设三个委员会 又等于是凌驾了行政院 又去搞新的两国论 引起两国的紧张 你到底要干什么 另外老共28号要在北京举行 和平共处五原则70周年 习近平要讲话 老共的和平共处五原则是很有名的 那个时候是1953年的时候 周恩来借鉴印度政府代表讲的 那时候刚拿到政权没有三年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惠 和平共处 所以他这个和平共处五原则 他以后对于非洲 对拉丁美洲 甚至美国这些大国建交 他都是秉持这个和平共处五原则 我不干涉你的内政 你不要管我 我也不要管你 你不要管我什么 有没有人权 我也不会管你到底怎样 然后我尊重你的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惠 我们看一下 中国大陆颁布惩戒台独法 总统赖清德罪心回呛 中国大陆没有任何跨域追溯 并制裁台湾人民的权利 民主不是患罪 专制才是罪恶 中国没有任何权利 可以制裁台湾人民 只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 中国更没有跨域 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利 大陆政府对所谓的台独分子下重手 美国随即强烈谴责 国务院发言人敦促中国大陆和台湾 进行有意义对话 呼吁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 张伟 我觉得中共这个 我觉得是法律战的意义 还有在控制台湾人民 让心生恐惧 因为从他里面的这个条文里面 他有一个 他可以缺席审判 就是你不在 反正我也可以审判你 然后最终是死刑 但他的司法管辖权 有基于中华民国所在的台澎禁 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国际的宣誓 然后来吓台湾人民一个很重要 一个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动作 让台湾人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以后 这个会害怕或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这里而已 不然的话讲去哪一点 如果是以他的法条的上来讲的话 那个含义太广了 你只要是不支持统一的 都有可能变成分裂 他这个对的也不是说只有台湾人 可能是只要是他认为是 中国跟台湾的 只要是他认为是 他中国人民共和国 他认为是他既有领土的 他都可以去管辖道 我觉得所以这个是 他在法律面上向国际一个宣誓 然后也让台湾人民 感到害怕的一个动作而已 我个人是觉得 只要我们要去中国玩的人 小心一点 这样子我觉得 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 那么陆委会主委邱成仲说 这样的话超过八成的台湾人 都会被列为台独分子 含义太说你们到中国旅行 经商要慎重考虑 抓到最终可能判死 来 初慧 他可能要先跟民进党很多 在中国大陆经商的人说 你讲很多人 甚至是政治人物 不是家族都有在中国经商 坦白说就是赖清德跟蔡英文 确实风格不太一样 蔡英文过去700多天都躲着记者 不敢开记者会 但是赖清德显然很爱开记者会 但是身为一个总统 尤其是新上任的总统 先不要说你是少数总统 作为一个新上任总统 你开记者会 原本应该是推出新政 我要推出什么社宅新政 我要推出什么减帅新政 我要推出什么居住正义新政 就不是一次批在野党 批国会一次批对岸 好 没关系 你总统要怎么样都怎么样 反正这个赖清德的个性 就是斗机政策 事实上共产党跟民进党 两方都在自说自话 曾经这个大陆的台办 他们到来台湾场看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说 你们怎么可以接受赖清德奖 两国互不隶属 他们也会一直骂一直骂 然后我们对你看 你们讲对中国大陆的国台办说什么 一直骂一直骂 其实都在讲给自己的知识者听 我们去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一天到晚 恫吓我们 为什么要去弄这种什么 这个制裁这五大名嘴 你知不知道你们宣布说 制裁五大名嘴以后 当天晚上那五大名嘴 仿佛是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晚上每个人都在发表得奖感言 开心得要死 可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那是制裁 你们真的觉得你们有制裁到吗 其实他们知道是制裁不到 他就告诉我说 我们也要讲给我们的人民提 让我们人民知道 我们是有做一些事情 这一些不断在丑化我们的人 我们的政府是有立场 同样的民进党也在做这些事情而已 所以两方都在自说自话 两方都知道 我在我这边讲的话 是干涉不了你的 你在他那边讲的话 也干涉不了我们 所以这个今天不管是卓榮泰也好 或赖清德也好 你们明知道是这个样子 可是比较过分的是 你们反过来来恐吓民众 来用假的讯息 来吓自己的民众 现在不是说对岸在吓我们 是我们自己的总统 我们自己的行政院长 在用这种 这种谎言 这种恐吓的话 在吓我们 我告诉你八成你们都会被列为台独分子 你们附中旅游你们要小心一点 多少阿公阿嬷现在还在附大陆旅游 都没有事 有事的是什么 那个里长回来 就被我们自己国家的检调抓走 去问 人家到那边都没有事 回来被我们自己台湾的检调抓走 去询问 然后到现在你看 半年多了也都选完了 有跟我们交代一下说 那一些里长当时是为什么 一下飞机会被抓走 会被带走吗 没有啊 不用啊 不用交代 司法检调就可以不用交代吗 我们立法院这一次通过的 国会改革的法案 你要听证权 你要调阅权 你很多还要经过整个院会的决议 不是洪孟凯一个人说 我要穿伟汉哥来听证就可以了 要经过院会的决议 也不是说我要控告谁藐视国会 我一个洪孟凯要控告谁藐视国会 那个人就会被罚钱 不是全部都要通过院会决议 要可受公平 要直播 要上网 媒体都可以报导 可是我们的检调做这些事 反渗透法 国安无法 色違法 他扮你 他不扮你 起诉不起诉 我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赖清德说的没有错 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 现在台湾不就是走向 民主进度党做主的民主吗 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在倒退 所以为什么国会扩权有错 国会扩权没有错 国会扩权就是为了 制成行政权的独大 当行政权独大以后 才会走向专制 所以赖清德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 专制才是罪恶 那你就要尊重国会的扩权 国会的改革 国会的监督权 我觉得赖清德在厂厅的记者会 我看起来就为他觉得遗憾的就是 他才做一个月 一个多月 他不快乐你知道吗 做总统不快乐 幸亏你没有当选 我当选我就很快乐 我们也很快乐 怎么会做成这样子 所以他的起手势 就是不想 不给力 而且不快乐 而且就是说他的底气 他的底蕴 他的霸气 他的格局 就是不像是一个 有所作为的一个新领袖 我就是最麻烦的 格局不够了 我认为 我同意红路讲的 就是说他这个法律战 并不是真的要惩罚 这个就是因为你看 习近平如果 他给范德莱恩讲的话 当真的话就他不打 所以马英九常讲的 不统不睹不武 我觉得不统跟不武是达成了 当然他统的心是永远在的 但是他现在也没有在进行统 他也没有要打 但是老公说 我这个被你们看破了 所以我担心的就是你们在谋堵 你们谋堵的动作一直在进行 我能够放纵你们先玩 我当然要反毒 所以这个不是这个武贺 这个他反毒的手段是多元的 不只是武贺而已 包围 情志 经济风暑都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唯一的这个弊端 这个毛病不聪明的地方 就是他在作业方面 就是不聪明了 他于全台湾人民为敌 对不对 你把他讲的好像在说 每一个都是 每一个都是 那他的着力的部分 那民进党政府如何回应呢 民进党说你看他们那么笨 你们都是 你们都要小钱 我觉得民进党的做法 如果可以稍微更精致一点 就是说你看老公真的是不聪明 你们怎么试呢 如果他要抓也要抓我们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这个也是一个想法 不一样 对不对 效果不一样 现在民进党是把大家 你们都是 所以你看像赖斯堡 就气急败坏地说 我们怎么跟你一样 我们哪里是 你是 我们不是 这个实在很好讲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们不是台独 你是台独 我们怎么搞到一起 不过我觉得老公他的做法 他有刚刚所谓讲 他有他内部 他14亿人 他怎么会管到你 你高不高兴 随便你的 反正我对你好 你也不高兴 那么我干嘛对你好 我自己人稳定住比较重要 我记得多年以前 一个台湾学者到大陆开会 跟学者靠会就说 很多人讲你们当时不要改名 就叫中华民国 那不是就好了吗 老公说你讲什么 你要我们改名 我还没叫你改名 你叫我们改什么名 你知道这一次吗 从台湾的角度说 你会不会改个名就好 从台湾的角度叫我改 我还没叫你改 就是立场不同 立场不同 有讲法不同 对他来讲很简单 习近平说我不想打台湾 对不对 我不想打台湾 你不要逼得我打 所以我一方面跟你讲 我不想打台湾 另一方面我就要警告你们 你们这台独 不要过台独 你不要搞得我要出手打 我不要打你 你从那不要过乱动 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至于你高兴不高兴 我管你的 我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子的 我不打你 这是因为你不台独我不打你 你要台独我就一定会打你 所以他没有放弃武力 但是如果说我不打台独 你们每个人都很高兴 就开始去读了 那么憋着我非打不可 所以一方面说我不会打你 对不对 一方面 我说我不会上美国的当 我不会打台湾 一方面要警告你们这人 不要乱动 不要躁动 就这样而已 那是他的立场 休息一下再回来 你高不高兴你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